这片已经完全干裂的土地 其实在过去是淹没在水里 但是在气候变迁的因素之下 水库的水已经快要干涸 缺水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里是距离墨西哥首都不远的 都家圣地布拉沃谷 原本的湖泊已经快要见底 水库蓄水量不到32% 是历史新低 然而就在墨西哥全国上下 都面临缺水的困境时 一些用水大户 像是工厂以及高级度假村 却拥有私人的湖泊或蓄水池 也就成了众矢之地 在这个地区有上百座的人工湖泊和水坝 设在私人的土地上 让那些产权的所有人能够使用无余 但这些人工蓄水池 拦截了上游的水源 其他人能使用的水也就跟着减少 显示出水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问题 另外在布拉沃谷地区附近 还有一条天然泉水 是当地人重要的营水来源 跟40年前相比 现在水量只剩下一半 但是却还有人大量用水 替花园草坪浇水 这也让其他居民担心 真的很快就会无水可用 欢迎新闻张文君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